观众论们天命人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杨阳君的彩蛋和洗剑频道 黑神话悟空玩到哪里了 通关了没有啊 有没有被连言和妙音教育啊 六丁六甲的台词耳朵听出简了没 是不是被小黄龙点了十几次 点麻了呀 今天我们继续来谈点黑神话悟空里 第三第四章里的彩蛋 细节秘密和自尽 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 在讲新章节的彩蛋之前 我们先来盘点一下前两章里 一些还没讲到的细节和秘密 首先是游戏里的第一个道具 缩地轻符 说起来不怕大家笑话 这个轻符要求我到了第三章 才发现可以主动使用 天命人会捏一个符 传送到上一个土地庙 还是蛮好用的 特别是做支援任务什么的 其实这块缩地轻符是有原型的 出自清代清威法的天一令 是乾隆时期安放在请安殿的玉子令牌 现场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正面有天一令的字样 背面则是令字符的字样 侧面还分别有六星 以及七星的雕刻文印 当我们打赢头目和妖王的时候 就会出现得胜的字样 而打通隐藏官以及官邸的boss 才会出现通关的字样 这几个字并不是随意的电脑字体或手写字 它们的背后都有着特别的来历 首先是德胜的德字 出自元代书画家赵孟甫甫的远游 而胜字则是出自他的晚年作品 蜀山图歌 我们从拓本上来看 字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而通关二字则是出自我们更为熟悉的书士 出自现在合并在同一卷的 洞庭春色妇 以及中山松劳妇 这也是书士他传世的行书杰作之一 通字在中山松劳妇里 而关字则是在洞庭春色妇的最后 没想到把这两个词 竟然出自四副经典的书法作品 这些都是杨军我自己逐一对比找出来的 还接着大头和金池长老吗 原作里金池长老最后是撞墙而死 所以我们在游戏里仔细看 就可以发现他们俩的头部 都有流血和磕碰的痕迹 是不是特别的细 而且更欢乐的是 他们都有一招磕头的招数 开打前磕了个头 不知道是多少天命人的习惯 当我们打完黑风大王之后 就可以在他的产院中间这里 找到一个珍宝 马脑罐 这个加防御的前期还挺好用的 原型则是清代的南红马脑 雕福寿如意大花叉 这个食物看起来更美 更有感觉了 不仅如此 这个珍丸在86年西游记里也有出现过 就在孙悟空敲钟的这一段 敲钟正好打断了正在看真玩的金池长老 还记得第一期彩蛋视频里 我们讲了龙灵彩蛋吗 除了大头拜年砸开 沙大郎撞开以外 我们还可以变成石头 还原的时候来砸开 以及四斗蓄力重击 也可以砸开 砸开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普敌十足的壁画 很多小伙伴说这里有个伏笔的彩蛋 一直不让哪里来的笔悬浮在孙悟空的头上 其实仰旧我想说这里可能是个bug 因为之前的宣传片里就有小黄龙写字的镜头 搞不好这个笔是模型没有清理好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调好亮度角度对比度 又可以在普敌老祖的头上隐隐约约看到金刚精 这到底是彩蛋还是bug 大家觉得呢 还记得第二章那只猪猿外马 笑惨了杨嫂在沃荣寺找他 找了个半天 他完全融入了这个背景里了 最后解锁隐藏地图的时候 还要和他打上一场 小彩蛋就在打赢他的那一刻 除了奖励我们一个丑得不得了的面罩 还有1037的灵运 这里非常有可能是在致敬 武汉市洪山区洛应路1037号的华科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来游科的西欧冯继的母校 正是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二来这几年华科大学经常有野猪下山的新闻 一来二去互相呼应 这彩蛋是不是绝妙 还记得上期视频我们讲了开挂才能触发的342等级彩蛋 其实还有一个彩蛋也要风铃月影才能触发 那就是我们天命人能打出来的最高伤害 是10万零八千 这里要资金的当然是一个金斗元 10万八千里 那就我们最后讲了风湖这里 带有小孩师孩的棺材宝箱 其实这里还有两个细节 那就是当我们没拿波浪果的时候 就来到这个井附近 仔细听就可以听到井底隐隐约约传来的呼啸声 其实游戏里的声音做引导还是做的蛮多的 而当我们完成波浪5的任务 击杀完风虎之后 再去找石中人对话 就可以听到额外的隐藏台词了 看见了是村子里的那个娃娃吗 哎呀 因果报应嘞 他爹为了给他治病 害了村里的人 怪不得那些个村民找娃娃寻仇吗 哎呀 都没嘞 都没嘞 管他杀人都做了孤魂野鬼 这是因为小孩和石中人之前就认识 我们在其中一段波浪谷引领就可以得知 还是蛮细的呀 第三章我们来到冰天雪地的小西天 也就我这里想讲一下土地庙的细节 每一张都有不同的土地庙 互动的小动画还是非常赞的 而在小西天这里土地庙有两种 室外的堆满了鸡血 上香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雪快掉落 但是室内的甚至是室外 但是在巨石的遮盖下 比如金桶外的这个土地庙 它就没有鸡血 这样横向对比是不是就挺明显了 康金龙大家打过了吗 都打了多少次呀 杨嫂初见就过了 惊了有没有 这里的冰湖中间有个小房子 不知道大家可否眼熟 反正杨主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房子的时候 马上就get到了 至今的应该是老动画边大闹天宫里 狼神追孙悟空 悟空变成一座小庙的这个庙 是不是印象深刻呀 小说看过这一段 至今还记得尾巴变成奇感的小细节 打完抗金兴君之后 我们就可以见到或许是 黑神话悟空里最棒的设计之一 那就是话捞同伴猪八戒 感觉他是在金脑里被炼化了 变成了一只年轻的 渐渐的丑萌丑萌的二师兄 而他的出现 他的相伴让游戏体验上了一层楼 基本上你在游戏里做任何的动作 老猪都会渐渐的复合或者是吐槽 让亚巴祖爵的战斗多了许多乐子 比如我们残血了 老猪就会帮我们补血 比如我们被打出状态了 比如动住或者是中毒 八戒也有台词来吐槽 甚至我们被冰冻的时候 还有机会看到他过来敲碎冰块 帮了一下我们 不仅仅是战斗冒险的途中 也会多次吐槽 正好有个山洞避避风 老猪若是受了风寒 你小子最罪难逃 很多时候都是走着走着 就触发了 非常的快乐 你这逃打的笨货 此处没路来做事 有时候老猪也是剧情引导的一部分 感觉有八戒相伴的这一段 真的很棒 而当我们在游戏里挂机的时候 二师兄就会开始吐槽我们 而当我们挂机的时间足够久 他就会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故事 第三章有三段故事 而第四章则有两段故事 我那大师兄虽得成正果 却总是闷闷不快 在灵山他不听如来讲经 也不接御帝传下的御址 甚是古怪 一日他命我陪着饮酒 我俩从犀牛鹤州喝起 腾云驾舞 一路喝遍四大洲 灵山 洛家山 方村山 须弥山 还有老朱的福灵山 他的花果山 那尝酒喝得 老朱我大嘴不行 睁开眼 也是三界大乱 四处都说大师兄死了 还说是二郎神洞的手 胡说 大师兄 谁能杀的死 定是那遭闻的胡孙藏起来 哄骗老朱 再后来 有着老猴子找上我 向我扶持什么狗屁天命人 说着天命人 就是找回大师兄的官窍 就你 是 你连大师兄屁股边上的 一根毛都不如 以老朱的聪明伶俐 绝不相信大师兄死了 老猴子的话嘛 不能不信 也不能全信 这叫顺水推舟 你只管跟着老朱 听凭老朱差遣 我倒要看看 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大师兄若是在 棍子定然打到老朱身上 那毕马温跟老朱是前世的冤家 也不知欠他什么 死了也不让人安忍 与京之时 处处戏弄老朱 只顾让老朱出丑 从不管老朱死活 论仁义 老朱比他仁义 他斗不过红孩儿 弄得火气攻心 险些葬命 是老朱 是按摩缠法才救活他 你呀 模样与他是有几分相似 不过皮生可千万不能学他 取经人也好 天命人也罢 都是他人给的名号 自己莫要清新 大师兄就是信了 信了德成正国 扶云善气 不到宝贝 黄梅老怪手上最厉害的宝贝 当属那浩天代 天上的二十八星宿 北方真武大帝手下的龟蛇二将 还有国师王菩萨派来的 小张太子和四大神将 那破袋一张口 没一个逃得多 大师兄没了法子 正凄惨呢 他师父弥勒就来了 你说巧不巧 偏偏是走投无路的时候 这胖和尚正好现身了 主子一到 黄梅自是威风不起来了 可要我说 他根本没福气 一直记恨着大师兄 坏了他的前程 年纪大了 喜欢些香的燕的 都是过过闲逸 说是白日里来 这村子景致还不错 我那老师父正因瞧着村子好 当年非要自己来画斩 我劝他说 我劝 他偏不听 后来听他讲 村子里有姑娘踢气球 我猜 他必是想看 他必是想看才嚷嚷着要来的 等他进了村 好嘛 提起球的姑娘全是妖精 给他捉起来 还绑了个花样 吊起来戏弄 可见 师父虽是出家人 遇到稀奇之事 起心动念也是难免 若是师父那次没亲自去画园 也就不会引来大师兄 必能省下不少麻烦 大师兄自是不会放过这些妖精 一把火烧了他们的宅院 可若不是他们一心想要报复 也不会白白搭进去了小命 我就不该随你来这破落地方 来了就想起当年那些造型事情 也许这么多年 也不知当年 爸爸 不听了 试过无悔 试过无悔 还有一个好玩的小细节 那就是当八戒长篇大论的时候 我们听腻了 听烦了 走开了 这时候八戒就会这样吐槽我们 我骑猴子 不能一口气听完吗 更神奇的是啊 回去居然还能在街上 下回一口气听完 老猪不想多费力气 什么是3A游戏的细节 这就是3A游戏的细节 我们在游戏里要释放每一个技能 除了禁制法以外 每个技能八戒都会有好几句的吐槽 定住了 快打 定得好 你这猴子夺兰讨乖 留老猪出力啊 聚则成行 散则成器 着实好耍子 那怪寻不着你呢 我 比我的钉耙还硬三分 好个童头 贤侄放早了 确实错甚哪 确实错甚哪 贤侄善能变化 可能取胜 天罡三十六般变化 地煞七十二般变化 你有几般 半盆弄斧 老猪我三十六般变化 大师生的变化 老猪也不知真假 你在中间稳坐 不管我老猪啊 错甚 要硬闯 你也挡不住啊 挂地为老 这是做何算计啊 贝兰 你再次坐牢 叫老猪使利息 又是这虎人的圈 才这么极致 想想当年大师兄 咱们出家人 也不好仗着人多 欺负人 多编一下出来 我老猪就安心睡觉去演 全职好会欺负人家 正合老猪的意 而当我们当着八戒的面展示宝物 他也会羡慕地说上好几句 有这宝贝 大师何愁不成啊 好东西 放老猪这里才踏实 先知深藏不漏啊 这等宝贝 师兄当年可是费了不少力呢 果然有些阻断 看来有高人助你了 好个宝贝 可还用还回去 快些快些 将那香龙打开 定有宝贝 不止这些啊 就算是游戏里最平常不过的行为 八戒他都会有可能 烙上几句 比如我们开箱子 甚至是捡东西 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藏在这里也能找见 莫不是到了自家 是好东西 交给老猪看管吧 是 破烂你也要 真是不嫌毒 采了仙药 记得要孝敬叔叔 哎 偷藏了什么好东西啊 嘿嘿啊 上叔叔的心哪 哎呀走快些 捡的辛苦 从来不用 闻这味道 兴许是炼丹的好东西来 不还没完还有更多 还有不少啊 藏的更深的隐藏语音互动 比如我们蓄力重击打空了 有时候就可以听到这一句 第四章一开始在村里的时候啊 还能触发一个八戒摘果子的小片段 嗯 这还有我老猪没见过的果子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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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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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第四章中 我们跟八戒在泥地干架 如果这个时候啊 我们不忍出手 就一直躲避他的攻击 还可以听到啊 这一句台词 撞什么警告 谁打起来不是一只污泥 我藏得最深的 当然是冲撞二师兄了 但我们一不小心啊 多次碰到八戒 一开始他只是稍稍生气 警告了我们一下 你这破侯十分无装 如果不管警告继续碰他撞他 最终二师兄就会生气的 举起九尺钉耙 朝我们看来 你这破侯十分无装 破侯哪里走 细的地方是啊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用铜头铁臂 挡下八戒的钉耙攻击 还有额外的两句台词 嗯 没理数 叔叔不跟你气脚 放死 吃叔叔一爬 就问你们啊 戏不戏 再来 爷爷我刚才没有力 接下来是第27个细节 我们聊聊小雷鹰室里的盲身 顾名思义啊 这些盲身是真的看不见你的 当我们挑起战斗之后 突然停止动作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一旦我们移动啊 就算只是走路 在雪地上发出轻微的脚步声 盲身啊 就会立马攻击我们 更细的是啊 更细的是啊 即使我们用了隐形 走在雪地上啊 也会发出脚步声 也会被这个盲身听到 吃个一两拳 刚到北岸的时候啊 往左边走 可以遇到八戒的老朋友 成龙 这种打斗啊 真的是太欢乐了 八戒的嘴就没停过 打赢了之后啊 老龙叫我们去美团跑腿 要去虚果那里 取个什么特质的尖骨丸 金冠云啊 回去交货的时候 好家伙直接给丢地上了 原来这只老龙是在试探我们 看看我们够不够资格啊 来到这画卷之中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之前 找到的种子交给成龙 他就会帮我们开启BT下载 哦不不 帮我们种花 时不时回去收菜 就可以借炼丹炼尿的素材 如果在交付种子的界面 选择取消 就可以听到 给大家讲一个冷笑话啊 还记得黄梅的四个弟子吗 不白 悟空 不静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想不起来了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呀 不能 不能就不能嘛 真特么小气 不空 不能 不静 不白 正好对应了金蚕子唐僧的四个弟子 悟空 悟能悟静 以及马儿 小白龙 不静的武器和装扮啊 感觉和沙尔上真的很像呀 看来这个黄梅啊 就是要和金蚕子一较高下 我从片尾的动画也可以看出来 师兄此番下戒 倒是去了好久 接下来我们来讲几个 音效的细节和彩蛋 首先是喝药的音效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错觉 总觉得喝药的这个音效 有点像西游记主题曲 云工训音的开场 也就是孙悟空 金斗云的这个音效 玩的说总有那么一点点感觉 大家觉得呢 还记得这个豪华版送的衣服 百戏称前衣吗 效果是杀怪掉的灵印会变多 描述里写着 闹里挣钱 禁除安身 出自明清时期的增广贤文 大概意思就是 发财在繁华闹市中 但修养需在清静处 小细节那就是这套衣服走路的时候 我们可以听到钱币 互相碰撞的音效 是不是特别的细 在第三后期 我们可以在道观的一个小角落里 找到大葫芦道士 如果我们击败小黄龙嘛 就可以得知原来他是元首成 这会儿他正在大树下抚情 靠近 还会和我们说几句啊 关于爱情的见解 情啊爱啊 不过是白云苍狗 终归都会结满猪王 终归虚 细节这地方 就在元首成抚情的动作 非常的自然流畅 可以媲美赛博本科2077 路边弹吉他的NPC 后来研究我查了一下资料 原来这是一个叫8082的音频工作室 动不出来的效果啊 难怪这么自然 而元首成弹的不是别的 这是我们熟悉的界网 小当年啊这首插曲的预告片出来的时候 单曲循环了好几天 刚刚我们说到小黄龙嘛 大家可还记得这首诗 吾有音 头悬是朝河 其实啊这几句有点像寻龙爵 就是在提醒你这附近有仕毒龙王 这诗词隐藏的龙boss啊一个比一个男 这个诗前面几句啊都是一样的 就是最后两句不一样 而细的地方就在这最后的这一句诗里 不是什么无异的诗句 而是在说龙的弱点和特点 比如第一章的赤壤龙 说的是他的弱点 是背上的这几个电池 其他地方是真的硬 但是打这几个电池啊伤害爆炸 比如第二章的太古达人小利龙 长战于手 巧遍为门 他的电波震动大招 是不是有特别的方法可以躲开 第三章的青背龙 点光朝露聚散离合 是不是要暗示我们用剧情善气比较好打 而最后第四章也是最难打的小黄龙 细碎沾衣 银空跺地 来就我自己的理解啊 就是清棍续棍式 找准时机啊 重击准备升空的小利龙 让他啊银空最低 来就我打到第四章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每一章都有一只蛙 而且他们的名字啊非常搞笑 第三四章的叫浪里个浪 波里个波 第一二章的则是叫啊 波里个浪 浪里个波 其实这里的命名方式 是在至今西游记原柱里 龙宫里的那两个跑腿杂兵 这里啊一个是鲶鱼怪 一个是黑鱼精 好啦就到今天最后一个彩蛋和细节了 我们聊聊盘石洞 聊聊天命人和四妹 聊聊八戒和紫竹 其实剧情上的细节啊 我们从掉入盘石洞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我们醒来是在一张床上 若我们这时候啊 传送回朱家大院再掉下来一次 你就会发现掉下来的地方 离床还是有点距离的 很明显还是有人救了我们 把我们放在了床上 而仔细看旁边盒子里 还有解毒和补血的药 更细的是左边这里还有个宝箱 你们可以开出一把挫金银代沟 加毒亢来助力我们在盘石洞更好的生存 又下加小字 起念断然有爱 留情必定身在 史书从一开始就告诉了我们结局的走向 很快我们在盘石洞里会多次遇到师妹 臭猴子 你说 这山岭外的世界 究竟是什么样的 每次啊要么出手相助 要么出手相救 直到我们接了所有的四张符 触发了隐藏的西剧动画 看来我们只能下辈子再去救人了 八戒和子猪的剧情线就更清晰了 毕竟我们是从戒网宣传片就开始研究的了 当我们打拍官邸BOSS白眼魔君之后 子猪死前说了最后一句话 八戒深叹了一口气 这时候啊新的根气在空中凝聚 准备看动画并进入下一张 但是细节的地方来了 当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啊 传送回来金光院 再次来到打黑手的地方 这时候我们往前走 就可以在大树的后面看到一个墓碑 要求我再三确认啊 在击杀百元之前确实是空的 我们在相机模式下 可以看到墓碑上写着 此母磐石仙子猪而之木 左右各有一句话 始之风尘苦 终尼太增毒 这两句啊 应该就是子猪一生的缩写了 细节的地方啊 在于墓碑前的盒子 这里可以找到一颗紫色的真丸 定岩珠 还记得八六版西游记里的这一段吗 剧中的这个定岩珠啊 可以保持住尸体的容颜 对了 龙王说 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岩珠 果然有保卫 归我老猪了 旁边我们还可以找到九转还魂丹 还作用不言而喻 这两件物件 或许是八戒啊 最后的深情和念想了吧 但是游戏里埋下的细节 并没有止步于此 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的根器 蛇长狮吗 一根金色的脸盆缓缓缓飘向空中 注意看这束脸盆里的帘子七颗齐全 但是当我们在背包里查看这个根器 就会发现竟然少了一颗帘子 这个少了的帘子啊就很妙 是不是为后续的剧情埋下了伏笔 是不是二师兄偷偷抠走了一颗挪为他用 一伙则是天命人他自己也有诗心呢 好了 以上就今天所有的黑神话悟空彩蛋和细节了 要求我准备啊 接下来去打通关 然后二周末 下周我们再来更新第三期 彩蛋和细节整理录制不易 喜欢这期视频还请多多三连呀 OK这里是杨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2 Skye 6 5 6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